大家好,我是朵朵爸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如何简单快速的做漂亮的PPT 朵朵他们现在上小学 经常要做一些PPT 家长把做好的PPT发给老师 学生上课给同学们演讲 很多家长可能认为做PPT很麻烦 需要找图,需要编辑 来回拖拽很麻烦 做了半天还不好看 这是学生家长经常遇到的问题 其实做PPT并不复杂 也没有那么难 做PPT我感觉主要抓住两条 一条是内容 另外一条是形式 内容主要包括两点 一个是图片 一个是文字 像一般图片或者自己拍 或者从网上找 文字是主要内容 主要演讲的内容 这个需要精心设计和编写 这是关于内容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形式 形式主要是漂不漂亮 是否大气 是什么样的风格 这个就有点难了 我做这个视频教程主要和大家分享 怎么简单快速的解决形式的问题 下面正式开始 这个PPT的主题是我最爱的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和主食 是英语老师安排的PPT 因为他们现在正好学到这个知识点 做这么几页PPT 其实花不了太多时间 主要是找图花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一个就是写文字花的时间长一些 真正在排版上花的时间并不多 第一步先打开PPT 我用的PPT版本是2016版 是Office365 这是第一页 以第二页为例 先写个标题 比如说叫水果 我就写中文了 下面是文字 我只是举个例子 然后挑几张图片 比如这张图片 先不用管它的位置 先拖进来再说 把图片拖到PPT之后 右侧会有一个设计理念 这个设计理念也可以从这打开 在顶部菜单有一个设计 最后一个是设计灵感 它会自动设计排版 比如选择第二项 当图片比较多的时候 右侧的排版也会发生变化 这是五张图片 比如说我们变成三张图片 或者两张图片 这是两张图片的排版 这是三张图片 这是五张图片的排版 把精力和时间放在文字内容上 还有选图上 我们再来一样 这次多选几张 在做PPT的时候 要有一个标题和一个正文 这两个是文字 然后再多放一些图片 然后进入设计 设计灵感 现在是很抱歉 没有此幻灯片的设计创意 这是因为这个图片太多了 删掉一个 还没有 再删掉一个 还没有 再删掉一个 再删 看来它最多只能放六张 每个好一些 再来一眼 这是我放四张 看四张图片的效果 这样做PPT是不是又快又简单又好看 希望这个教程能帮到你 我是朵的爸 我们下期再见